明天是黃靖倫滿26歲生日 為了給他一個難忘的生日驚喜 導演決定串聯大家一起整他 要怎麼整啊 因為他講話口詞有點就是沒有那麼的清晰 難怪我今天就聽到導演就說 要幫他安排一場一次講五分鐘的開始的戲 就是講中文 而且不然講英文 英文就開語了 而且等一下才會給他劇本是不是 就是突然加場 被他嚇到 讓他很緊張之後 然後我們就去旁邊說 哎 你一定行的 OK 好不好 今天就靠你了這樣子 還要幫他加戲說 你有沒有看到那邊有一個美女 還有她跟她的紋士 你不覺得她好像臉剛被棒子打哭嗎 對 雖然沒發現導演的整人熟髮 不過見到媒體突然來探班 黃靖倫還是起了小小疑心 她看到你們 然後看到平面攝影記者 然後就會說他們就是怎麼會來這樣 然後我就說哦 沒有我們剛剛不是上去什麼日泉石什麼的嗎 我說今天好像是來拍那個日泉石的 我說然後我就馬上說日泉石啊 現在說五百年這次是最大耶 最久耶 他說啊 我也要看 我說我們剛剛上去看啊 他沒有看到 我說因為已經過了啊 我說他們應該就是因為來這個日泉石 所以要採訪這個啦 眼看這場一口氣就要說五分鐘 台詞的戲就要開拍 黃靖倫的心情是越顯沉重 也有空檔就抓到劇本猛背 只不過這台詞還真的不是普通的男 天天千里也順風 太上老君聽我立定造王菩薩 拜請上天下海 左傾右邪大鬼小鬼 天兵天將 下兵謝將 滿目阿彌陀佛 無上無下無海 無海牙 四方祝神明 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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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 可能順序就忘了 菩薩難無 菩薩難無 菩薩難無普賢 西方如來 尊知菩薩 啊不 對 尊知菩薩 呃 天兵 天兵神獎 來 從頭 這個不行吧 啊 對啊 加油 就是這樣 擔心台詞背不好 而影響派系進度 近輪著急的心情 猶如樂鍋上的螞蟻 怎麼知道 大家都迫不及待的等著這場四季大騙局 天兵神獎 祝你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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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位 祝你生日快樂 哪個歐姓斯菩拉 祝你生日快樂 生日快樂 生日快樂 哇 一開始 接到新的那個詞就有一點奇怪 為什麼要那麼多 而且背得好辛苦 對啊 我一下還激勵 瞬間激勵還好 可是要我照順序唸會很麻煩 所以我剛才一直都在背 對 那麼剛才又聽說導演要跟我加吻戲 頓時又開心了一下 不過看一下對象 胖虎 蛤 不行啊 我的怎麼 女生 不是女生 就算了 男生 男生也好 可是她是男扮女裝的男人 就更噁心了 所以就不要了 就有點心情不太好了 楊一華和佳穎的采訪報道 簡直是 比賽 感谢观看